很多人都认为口苦只是一种味觉,其实也是身体健康的情与表,尤其一些人早上起床,总是能闻到自己口气重,感觉到口苦,口超分,各种异味。 如果你经常有口苦情况,就要重视了,可能是其他疾病性好。 口腔炎症口腔炎症是引起早晨起床口苦的常见原因,如口腔破痒、牙齦炎、牙周炎、关周炎等,带炎症治愈即可停止口苦。 另外,舌头、唾液腺、牙齦若出现感染,也会出现口苦问题。 肝胆疾病狂地位经说,肝气热则胆些口苦。 由此可见,早晨起床口苦与肝胆湿热孕节有关。 从脏腑而言,胆质胃苦、其化生、排泄与肝脂输泻有关。 所以不论哪一肝腑功能失常,影响肝胆湿与输泻,均可产生口苦。 肠胃疾病如果为火旺盛,就会导致食物残渣难以分解消化,从而引起肠胃不适。 其次,胃动力差,食道存在炎症的患者,也可因胆质反流之味而引起口苦,同时还可能会出现口腔异味,舌胎较厚的现象。 代性性疾病糖尿病是最具有代表的代性性疾病,也是引起口苦口臭的重要因素。 因为糖尿病患者,会由于血糖增高,导致渗透性排尿增多,体内失去大量水分而导致口苦。 不良生活习惯身体机能反应,与生活习惯有密切联系。 如若睡眠不足,过度吸烟酗酒,过量食用辛辣刺激食物等不良生活习惯都会引起口苦。 打呼噜,沾口睡觉等也亦出现口苦现象。 不良情绪长时间处于不良的情绪中也会引起口苦,如紧张、愤怒、控制不安、焦虑、过度伤心等,也被称为精神性口苦。 食粮调理口苦,枸杞鸡蛋汤,轻度口苦,枸杞食物克。 鸡蛋两枚,先放枸杞与水煮汤,汤盛加入搅拌鸡蛋,再烧开集成。 先煮笋包瘦肉汤,清凉些火,先煮笋50克,瘦肉100克,加水鲜酱瘦肉煮烂,再入鲜煮笋。 烧至松树鸡成,加入少量食盐,克制口苦,口干,蜂蜜水,润肠通腐,用适量蜂蜜,加入温开水冲符,每天晨起空腹饮用,蜂蜜具有润肠通腐,化消去腐,对便秘引起的口腔意味颇有疗效。 饮食生活调理 一,多喝水,勤刷牙,人在睡眠时间会消耗大量水分,缺水时也特别容易引起口腔意味。 所以,起床后喝一杯温开水尤其重要,另外,养成早晚刷牙,饭后漱口的习惯,及时清理牙缝的污垢,能消除口腔隐化,避开口苦口臭。 二,饮食清淡,饮食上一剂食鲜辣,油煎,烧烤等燥热制品,不要吃太多刺激性,油腻,生冷食物,这样能调理肠胃功能,缓解口苦症状。 三,作息规律 平时尽量少熬夜,规律作息,养肝恢复正常工作状态,加上情质调射,保持心情平和,就可避免口苦,口臭的情况发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